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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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蝴蝶頭式 我們首先可以利用一些包邊帶 55cm長 要兩條 另外要兩條 橡筋 預備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首先我們將它對摺 可以用燙豆或小工具把它銀平 兩條都是這樣做 之後再打開它 再在旁邊 向內再摺一次 都是用同一個方法 燙平它或小工具 顏平它 另一邊都是這樣反下來 去到中間再燙平它 然後在左右兩邊盡頭摺1cm 硬平它 之後就好像這樣 跟回剛才燙好的摺痕 慢慢向內摺 頭尾也是這樣做 頭尾也是這樣做 如果剛才看不清楚的話 這裡可以再摺一次給大家看 然後再打開它 然後再打開它 再打開它 然後再打開它 固定好位置之後 固定好位置之後 我們圍著四條邊 先載一行線 因為對摺之後的包邊帶比較幼 所以我們距離 布邊大約0.2至0.3cm去載 剛剛學車的朋友可以載慢一點 這樣就不會載出界了 之後我們拿其中一條橡筋出來 穿包邊帶 將它打一個結 再之後就好像我們平時綁蝴蝶結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怕蝴蝶結用得久會散的話 完成了整個頭色之後 可以用手在蝴蝶結中間縫兩針 這款用包邊帶做的頭色 非常容易做 配上不同顏色的包邊帶 就可以成為上學頭色 或者出家用的頭色都可以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